HELLO 各位观众 感谢持续收看 齐哥、达哥、其他这一家 今天2021年9月2号星期四 生活齐哥感谢各位持续的收看 记得喜欢、订阅、点赞、点分享 生活齐哥每天沼泽新闻做分享、做导读 顺便自己看一看新闻才知道现在有什么事情发生 另外有一强匪的昨天去打打英雄联盟发现说真的 手感很重要 不常打会按不到键盘 这个有打过的英雄联盟就知道 那个就是打游戏的 经验值 就有朋友问我说你怎么不去吃鸡 怎么不去枪战 对,吃鸡枪战很吃鸡 我说对,我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你要熟练啦 不然都是送头啦 送头就是去被人家打的混啦 打的不开心,何必勒 那另外的话 我的一刹米频道直播四个平台 有抓到台东 台东那个热气球 热气球的一个直播画面 因为我晚上睡觉会挂网 那有时候回来也会开启挂网 如果有兴趣看热气球的 上升 或热气球的收起来 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刚又录影到那个 热气球一直收到黄昏夕阳的画面 喜欢的观众朋友再去看一下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 CODE 因为我刚刚想说CODE是什么 CODE是什么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个 热门搜寻这边啊 这边都有分很多种新闻 那怕没话题 没内容都可以找来跟朋友做聊天 第1个金钟奖 还有东森 还有 R E A L I T Y 车载被控抄袭网友 那盧档宋的歌 那李毅乔 还有 Z E N D A Y A 还有兰佑石 那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些新闻啊 他的每个时期每个新闻都不太一样 那不晓得会不会被控制啦 因为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 反正有些新闻该报就没报 没报的就被报 可能就是不知道 反正就是 能看多少学多少吧 那现在有最新的一个M什么病毒的 那也是蛮麻烦的 还有这一句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100天后被吃的猪 有一个直播主 他就买了只小猪来 预计100天后吃的猪 就 狂 追人去点击订阅看他 100天之后要组了他了 那后续呢 后续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点击看一下 那第12名是CODE 轻大毕业不会写扣 他说人生胜败 其实高中就决定了 那我们来 待会来看一看 那有林阳啊 还有CBR500 还有梁朝伟啊 梁朝伟最近的电影又出现了 所以又开始了 还有遇连灾 餐厅遇连灾 在五玉井歇业 北市小把关说 参卷可退款 那 疫情的关系 真的造就很多问题出来 然后MU 就跟我们讲变种的MU 韩育 油 银龙 等等的 还有这个 韩国的男团 那你如果点其他的可以看到 我们昨天麦当劳的APP已经到2万笔了 有兴趣去看一下新闻分享 可以看我昨天做了一个分享报道 然后底下都有贴相关网址 COT的一个掌握5个基本概念 写出好扣 可以来看 还有血烂扣是学 城市的必经之路 还有一个 是不是要很聪明 数学很好才能写扣呢 我刚刚也去看了这几则新闻 底下都有网址连结 喜欢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 下方网址参阅 更多新闻内容 那生活琴哥在这边还是跟各位朋友讲的 其实看了这麽多新闻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还有这麽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今天不是只有上班下班而已 那你可以利用闲暇智语学更多的东西 何乐不为呢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联合新闻网 这边报导的COT是什么 清大毕业不会写COT 他说人生胜败其实高中就决定了 那我们往下看一下 有人遇过清大生不会写COT 令他相当纳闷 这就我们讲角度问题嘛 每个人学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不一定他会写啊 那我们看一下考上好大学就是人生护身符 这有一名求学过来的人认为 念好高中比念好大学重要 因为读书就像盖房子 上梁不振下梁歪 高中没念好大学繁星念得再好的 学校也还是半桶水 但这番 言论被其他网友一句话另类推翻 该名求学过来的人在PTT发文 高中时期的我 总觉得念好高中比念好大学重要 因为 打下好的学术底子很重要 相信于部分学生还不确定人生目标 他似乎早有觉悟 高中没念好 大学繁星念得再好 学校 还是半桶水 因为读书就像盖房子 上梁不振下梁歪 这是重复的一个说明 在职场上面表现他认为有些师大毕业生的工作能力 比有些国力鼎大的毕业生还强 关键点在于对方的高中学历 师大毕业生有些是明星高中 如雄中毕业的学生能力表现远生于放牛高中 习到国力鼎大的 毕业生 学校过来的人出社会曾经遇到 轻大毕业不会写扣 起诉令他 相当纳闷 因为我也不知道扣是什么 后来才发现 那位女生是 放牛高中生洗上去了 所以他分析出一个结论 人生的胜败其实高中就决定了 不料网友直接一句话推翻了说 其实出生就决定了 我命由爸不由天 很难 很难摆脱阶级复制 高等教育也是比前 有人举例身边的个案 高中班牌倒数 同学毕业后被 爸送去留学 现在回来后当什么 瓶酒师 珠宝鉴定师 住豪宅 生活 轻松狭义 反观自己当奴工 也有人认为 机会在人的选择 朋友普通 学校出身 现在也努力进修 拼到快年薪百万 不会念书 但是从商或跑业务的 赚大钱的人也很多 所以说 命都是后命 看你怎么走出来 这个都是参考参考 好吧 那第二个新闻 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一样是ETtoday 新闻云的一个报道 清大毕业生 不会写扣 他叹 人生胜败 高中就决定了 网友笑说是出身 好不好 BBT很 很会吵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是免费图库的一个 新闻 那实习记者高林景 综合报导 一些高 明星高中 如雄忠 毕业学生能力表现 远胜过放牛班高中 起到国力鼎大的 毕业生 一名网友认为说 人生胜败大高中就决定了 讲的是一样 好好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往下看 原播提到 某些师大毕业生的 职场表现 比有些国力鼎大的毕业生还要抢 好 这讲的都一样的新闻 那我们再大概跳过去 所以有些人讲啊 毕业的时候是最好的是 台青椒啊 也不一定会好啊 因为就是他们这边讲的 洗出来的 你就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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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上去就好了 混到最后的学历啊 那其实有时候高中也要看高中是什么也好 所以这边又讲了 确实啊 看高中 学童比大学有用啊 如果是读书习惯 时间规划 抗压能力真的是 高中才能培养 大学之后就轻松了 就轻松了 那认真回说什么时候开始认真都不完 这就跟我现在一样 什么开始认真都不完 其实不一定啦 明星高中也是有后段班的学生啊 他们未来的出路不一定和其他同学一样好 好吧 参考参考啦 其实新闻报导我们也是了解一下啦 什么叫做 不会写扣 清大学生不会写扣 就我们讲台青椒 为什么一定要讲清大呢 那也不知道 PTT人家就讨论嘛 对不对 那这边有他们的第3则新闻可以看到 三立新闻网的一个新闻报导 一样 内容讲的差不多 那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看 什么样不一样的内容 因为他这边就有讲 一样的就是PTT有人贴文说 以前纳闷 清大毕业不会写扣 后来才发现原因是那位女生是放牛 高中洗上去的 就是都用混的啦 混到毕业才知道啦 所以说啊 还有网友说 周遭一堆不会念书的成就比 还清交好 那前段高中很混的也一堆 开上大学后 有没有 觉醒而已 觉得很难讲啦 朋友的 朋友 高中应该 也很普通 现在也算是公务员 年薪 应该80上校 那出社会后 没人在乎你的高中读哪间啦 还是看机运啦 转视啦 背景啦 这都讲得很实在 那 这都PTT在讨论的啦 所以说啊 各位观众 这边也讲了 你爸 你妈是谁 就决定你的人生胜败了 好吗 所以说这种东西啊 真的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但是一切努力还是要靠自己 那我刚刚有跟开头跟各位朋友分享过 怎么写code 我们下面都有贴网址 一个是 Blender 这个 这个code的一个教学 很多分享 那喜欢看 内容的可以点击去看 那另外一个是 IT帮帮帮忙 教你写LINE IT式 学程式必经之路 那再来的话就 INSIDE 掌握五个基本概念让你写出好code 说实在的我本来刚刚有codecode是什么 原来code是一个程式嘛 那让你知道说什么叫做code 那也是 生活极客今天刚好看到这个新闻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code 那也说实在的你不能说每个 读大学的都一定要会写code啊 有的大学是读医科的 有些人读的是物理的 有人读的是化学的 有人读的是什么科系的 语文系的 你这要去学程式他哪会啊 所以说我就觉得PTT在 在草而已啦 你说台青雕不会写code 那听大声他就一定是那一科系嘛 如果读的是法文系 他读的是 唐文系 对啊 他读的是日文系 读的是语言系 那你跟他讲说写code 我听了 ABCD 0加1 1加0 你哪会懂 所以说人生胜利组啊 虽然他们讲说出生爸妈帮你就决定好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后天的努力呢 也有人拜家旨啊 对不对 也有人富二代啊 也有人白手起家干到牢啊 也有人去考公务员啊 所以说很多好不好都是由你自己去选择决定的 像生活奇哥昨天跟各位朋友讲的 你们想想看你46岁了 10年前的36岁在做什么 26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16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你有沒有去想到 你的人生每10年你有什么计划 好在我有买保险 那我就每年每年这样傻傻的过傻傻的除去 那我预计 预计在在干个十几年 50几岁快60岁也差不多了啦 那谁知道未来的政府会怎么样 世界国巨动荡 疫情动乱 那 常常跟各位朋友分享就是要记得 保持愉快的心情 保持快乐的 心情 每天就上班下班让自己开心 做足够的运动让身体健康 那最后还是要感谢各位持续看到最后的好朋友们 那生活奇哥今天分享Code程式 大概就到这边 那记得订阅点赞点分享 生活奇哥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拜拜 谢谢观看